坚尾鱼,共助人文,团结一致,八题全校 立委高嘉瑜牵起王世坚与何志伟的首高喊坚尾鱼动算 第二选区是林大同区参选人王世坚 在初选期间和现任立委何志伟闹翻 如今两人终于同框,但气氛略显尴尬 被问到是否力挺王世坚 何志伟说他的安静就是团结 王世坚则表示选举开跑后会邀请何志伟站台 我在这边再次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登记日期是到礼拜五 我们登记,立委的登记是到礼拜五 那如果何志伟有来登记的话 我就高空跳海 而且我已经去巡过架了 直升机借这个十五分钟是台币两千元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 那我何志伟我的安静就是我的团结 我的团结就是安安静静 然后我会在我的岗位上面把事情做好 抱歉 因为我有传过一个阴档跟他拜托之后 因为我知道他也很忙 那前一阵子何志伟委员代表赖清德 我觉得三副总统那么到海外去成立好几个 信赖之友会 那是由何志伟委员主持的 这样说他很忙 所以我可能也比较不方便联络上 所以就邀请他帮你站台 邀请他帮你站台 当然选举开跑之后 我们的选举到市场 我一定是请何志伟委员来帮忙 那他也一定会接受 他一定会帮忙的 对于激进党吴新代登记参选港湖立委 高嘉宇表示 吴新代坚持参选 就是分裂港湖范略选民 是在助攻李燕秀 保送国民党 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装 吴新代口口声声说 要让港湖闪亮本土派的光荣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要让港湖重新闪亮 国民党的光荣 一个真正有本土派价值的人 绝对不会希望国民党国会过半 让韩国瑜来当立法院长 一个真正有本土价值的人 也绝对不会希望赖清德执政之后 嘲笑野大 一个真正有本土价值的人 也绝对不会在我们 同意里浪6%之后 还坚持要参选来分裂港湖的范略 这样子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助攻李燕秀 就是在保送国民党 就是要让国民党重新 在港湖闪耀光荣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吴新代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其实在民进党的内部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样的作法在分裂范略 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装 对于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多次为吴新代站台 身为前长官 同时也是赖清德台北进总主委的 陈时中表示 选举是每个人的权利 民进党的目标是巴西权上 登记完成以后 大家就会各自归队 记者林奇惠台北报道